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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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像我举例来讲 我们节目到了进广告 然后我下面 骂一个三十七 出来了 我怎么知道要播出去 我根本没有要 我不是要播出去就是讲嘛 我怎么讲这话就是说 杜云庭只有一种状况下可以道歉 陈志明真把气弄回来 而且真的捐作台独基金 那我对不起 这次我讲 吃叉叉是错的 陈志明是错的 陈志明把钱弄回来 你钱不弄回来在海外行业 你还叫人家道歉 你有什么脸叫人家道歉呢 我要提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刚刚你所提到的 是 我根本是以为节目结束了 要道歉应该是工程人员道歉 而不是他 对不对 但是你看到有很多两台 胜利的电视台有没有 在座各位 好几位他都扭曲你的话明明没有讲 他说你讲这个话还可以括的 赵超高点两点讲什么话 你从来没有讲那么话 奇怪呢 澄清没有道歉 我们觉得很奇怪 那个才应该道歉 我觉得这样子 这有什么2.5ppm 什么问题是吧 当然今天大家都会密切的注意 大话新闻会不会有道歉的动作 因为看起来就是说2.5ppm 大话新闻连K了两天 K联合报 因为联合报当天新闻出来我看到 其实他并没有把新闻做特别的凸显 他只不过是在交代其他国家的背景而已 那因为当时我们 包括卫生署这边对于其他国家的标准 因为那时候林芳玉讲的说在语言过不详 所以他自己提2.5ppm的时候 我大家问他说依据在哪里 他就举了香港 什么例子不好举 举了一个香港 所以我那个讲嘛 你要做这种决定 至少三个地方的标准 日本 亚洲最先进 对啊 这个美国 欧盟 欧盟 这三个拿出来大家没话讲 对不对 那你们搞个香港 不是 对啊 所以那个时候林芳玉提2.5ppm 被K的满头包 就是他讲不出来 他只说香港 香港你不讲还要讲得更糟糕 香港你不是把自己跟在香港一样吗 他就说 全世界都没标准 我们带头定一个标准 对 也都可以 不要说去学香港 结果你看 林芳玉隔一天请职下台 下台之后呢 联合报的新闻就出来了 他们就做了一些查证工作 美国为什么没有标准 美国是到现在都不敢定标准 美国是不敢定标准的 他们的就是说这个食品药物管理局 到目前为止对于人体的标准 都不敢定 纽西兰是最早定的 定5个ppm 是定的最高的 那你说它是续产品的出口国 好 那另一个另当别论 英国 欧盟的部分来讲 英国是在欧盟里面最早定标准的 就是2.5ppm 好 那欧盟现在也跟进 你今天回头去看的时候 你最早就标准这件事情来讲 林芳玉定的有什么错 没有没有任何的错 但林芳玉就已经下台 就莫名其妙被K一顿 但是没想到联合报登了之后 因为大靠新闻第一天的时候 我没有注意到 后来第二天看到的时候 他已经连K两天了 就是大家这样子嬉笑 那么妈这样K 然后把联合报这样修理的体无完肤的 好像联合报第一个搞了一个大乌龙 好像联合报的这个外面翻译 就是翻译错误一样搞错了 好像把这个0.5ppm 讲成2.5ppm 0.5ppm讲成2.5ppm 好像差了五分之一 0.5mg 对 0.5mg 好像他的意思就是 但是他们在讲的时候说0.5ppm 他原来是0.5ppm 其实那个差很远 差非常非常远 每公斤0.5mg 那个跟0.5ppm 节目上面就你一句我一句 大家这样子就嘲弄体无我完肤 第一天联合报没有反应 第二天联合报才有反应 那事后当然这些联合报 干脆就把所有的这些欧盟的 欧盟的这些文书网站 全部都拿出来给你看 好那看了之后大家一看也懂了 大家知道问题在什么地方 现在就是看你大话新闻 面对到你自己搞的这个乌龙 而且大话因为他在绿营里面 有非常指标性的力量 包括在今天在立法院里面 你看到就是绿营的立法委员 在质询的时候 都是用大话的数据 用大话的口吻 在质询 就是行政院长刘道全跟卫生署署长 连就是说叶金川 刘道全都忍不住说 你们被大话给误导了 加上很多绿营的网站 在很多的讨论区里面 你都发现就是说 他们都引用大话的观点 说联合报是在帮马英九擦屁股 故意就是说 这夸大了欧盟的标准 今天你回头去看 欧盟就是这样的标准 不过我就觉得 連K了人家两天 然后今天即使他有道歉 说我那个讲错了 我现在修正 就这样就结束了吗 太便宜了 我看连这样都没有 还有人家 我觉得太便宜了 所以说我们这个社会 应该对这种 这个有心患错 然后无心改过的人 要想不好 让他付出代价 不管是法律上的 还是其他方面的 这个就是我现在思考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他这个 其实道不道歉 我觉得都不重要了 我觉得今天联合报 当然他做了一个很严谨的反击 包括他网站上 他很清楚原文把它放上去 其实就是直接说了 我觉得那个大话的主持人 或者引导话题的人 拜托你英文不好 数学也不好 就是人家网站都讲得很清楚 而且这个是人体的 这个每日的摄氏量 跟你这个PPM是没有关系的 那你如果说你觉得 联合报有错误 你可以指出来 这个东西是一个客观的数据 但是他那天很可怕的是 其实联合报呢 我看得很清楚 他就等于说把这个欧盟的标准 其实联合报 从头到尾没有说 把你鼓掌叫好 说就是应该2.5 他只是说用不同的数据 去呈现给他的读者 但是他就竟然能够说 依照那样的一个报道 就是欧盟的标准的报道 竟然就把它牵扯到说 什么呢 这就是联合报 在买酒插屁股 所以这我要连着 刚刚相同讲的 我觉得有一些学者 我也有看到联合报 始终有一篇报道 其实我那时候 我那天很想打电话给联合报 我觉得那个报道是有点失证 他是访问一个 新大的化学系的教授 那化学系教授说 他觉得 为什么要放宽这2.5 他说可能 跟刘兆学的太太有关系 因为他是在这个 今天立委就质询了 今天立委就质询了 那刘兆学先生 当然很火大 他说有本事 你今天就去告我 我觉得 我们今天在碰到 毒奶粉事件 2.5ppm 是不是应该放宽 当然可以被质疑 林芳毅下台 我们也没有认为 大家也都觉得说 他因为这个政策下是对的 可是你今天不能那么遏制化 说今天因为这个事情 就跟你刘兆学的太太有关系 我政府每年补助你那么多钱 然后你竟然没有办法检验 那你放宽这个 是不是因为你太太的关系 我觉得我们今天 不管从媒体 或者是民意代表 如果当你质询 或质疑对政策 你可以施交到这种程度 你可以栽账到这种程度 你可以抹黑到这个程度 那么你今天明代 跟媒体 你不是在监督 监督这个社会 监督这个 你根本就是抹黑嘛 就是变打手 最近我有蛮大的感触 就是这是一个民粹的时代 真的是一个民粹的时代 所以这些官员 这些政务官 一定要有替自己政策辩护的能力 对 而不能说林芳玉下台了 哎呀那我这为了诚信 我就下台了 我听不懂啊 这跟诚信有什么关系呢 今天讲讲他是对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不只是林芳玉 内阁里面很多人是没有替政策辩护的能力 今天做一个部长 要有替政策辩护的能力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起码的 起码的一个本事嘛 你看英国国会内阁制 你看看那个 对不对 有一次英国一个这个女国会议员 直询邱吉尔 邱吉尔说 他直询说 你这个醉鬼你喝醉了 邱吉尔怎么回答你知道吗 那个那个长那么丑的女人 直询我是谁啊 对不起啊我喝醉 所以我讲的是醉言醉言 立刻就回去毫不客气 这就是内阁制国家的针锋相对吧 真的 这个部会所长 在跟国会议员辩论的时候 本来就是人 因为那个是你是议员 我也是议员啊 我还是大排议员 我成能当部长啊 好吧我们不要求这样 你台湾一直被骂 说他什么侮辱女性啊 不客气 邱吉尔就很多年以前 但是我的意思说 你看李宁炮玉 他把话讲清楚嘛 今天老子不干了对不对 拼了一条命 我不干了我都下台了 我把话只要讲清楚 还送你侮辱吗 下台不要 怎么回事就下台了 当一个内阁的部会首长 包括院长 他一定要替自己政策辩护能力 没有替政策辩护能力 他是没有资格当政府官的吧 在澳门奖2.5的第二天 就报纸出来了 我接到一个电话 就跟我说 你看林峰毅署长 白白的被牺牲 多可惜啊 这么好的消息 如果昨天出来 就可以不被换了 我马上问一句话 你为什么不出来讲清楚 没有了 他没有声音了 很奇怪 他是用我们立委出来讲 我说你们要出来讲 自己要替自己讲 对啊 我今天都没有人讲实话 今天部会实话 院长 自己要出来替自己政策辩护吧 这让我想到 庄国荣那句话 都是一群小闹闹 休息啊再回来 字幕志愿抬起来 集园 中暹子 ером